库克看重的A2产品 谁将率先突围 加州来电为主题的苹果发布会之前 曾因为预告片中呈现出带A2效果的图景 而让数码圈一度以为 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中 苹果CEO蒂姆库克会官宣与A2眼镜相关的研发进展 毕竟在此前 库克已经数年来持续强调过 A2对于未来苹果发展的重要性 甚至有行业观点认为 A2将是库克任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具体来看 这些公司分别以公开的A2领域专利申请量 分别为13044件 2483件 366件 940件 3671件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占比分别约为16.3% 17.1% 17.2% 21.8% 42.3% 智慧牙提供给二一胎克的统计显示 通过对各家终端巨头企业的专利 进一步观察分析可知 厂商间目前在A2领域的技术布局各有侧重 华为主要集中于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 解码器 数据传输等 OPPO主要集中于图像处理 显示屏 摄像头 头戴式设备等 利沃主要集中于通信技术 穿戴设备 摄像头 显示方法等 小米主要集中于通信技术 数据传输 显示屏 消息帧等 苹果主要集中于显示器 传感器 头戴式 虚拟对象等